列国的审判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 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见面了 这次跟大家介绍的以西节先知 真的是很特别 好像只有他被天父爸爸带着 瞬间出现在耶路撒冷 又回到他们流放的地方 而且还有那些穿墙过壁的 他们可以看到在耶路撒冷的百姓的 在门后面在墙后面偷偷做的坏事 现在他又在回到流放的百姓的长老们当中 提醒他们不要自以为被流放了 反倒这是天父爸爸化妆的祝福 要保护他们不再受到最后的战火 接下来天父爸爸不但是谈到 这些耶路撒冷百姓的下场 还要谈到那些在迦南地区各个民族要面对的结果 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 等音乐过后 下饭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一开始天父爸爸先提到了 那个曾经侮辱以色列 嘲笑他们的亚门人 说他们自己以为一定会逃过战果的景象 都是幻想来的 而上帝审判他们的刀剑已经预备好了 亚门这个国家也要预备灭亡了 然后又回到提醒以色列 他们之所以会惹来这样的嘲笑跟侮辱 都是他们自己对百姓所做的坏事 想滥用权力欺诈外国人 欺负孤儿寡妇 更不用提那些不尊重自己上帝的事情了 这些以色列人还是要吞下 他们所做的错事的苦果 这也就是天父爸爸生气的事情 在这过程当中 天父爸爸要把他们好好的锻炼一番 好像把他们丢进火炉里头 重新锻炼一样 这场上帝的怒火 以色列是跑不掉了 天父爸爸会开始率领所有的巴比伦人 加勒底人 比戈人 苏亚人 戈亚人 和所有的亚述人来 让他们替上帝好好的教训 这个自以为是忘记上帝的爱的以色列人 让他们好好的帅一大交 重新认识真正的上帝 就在这些人流亡到巴比伦的第九年 十月初十日 天父上帝就对以西结说话 告诉他要记下今天这个日子 因为就在这一天 巴比伦王要开始围攻耶路撒勒 他们好像锅子放在火上 那些预备要烧煮的肉块呢 都已经要丢进烧开的热水里头 烧熟了之后 这些的肉都要被夹出来丢掉 剩下的汤和里面的肉骨头 都要被烧干 烧焦 这是指着对耶路撒冷的惩罚 这是非常彻底的 甚至提到连锅子都要烧到透红破碎了 好多人会在那个时候突然失去了家人 一讲到这里 天父爸爸突然告诉以西结说 天父爸爸会突然让他心里所爱的人死去 可是以西结不可以表现哀伤 还有那些哀悼的事情 更不要开始预备丧事 要他的作息一切如常 就这样讲完之后 以西结听了非常震惊 可是也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 就在听完讯息的那天早上 以西结还跟家人谈到这个讯息 没有想到一到晚上 他的妻子就突然死了 可是这时候以西结怎么能够不惊讶痛苦呢 以西结这时候想起天父爸爸对他说的话 赶紧收拾起伤痛的心情 一到第二天 他就遵照天父爸爸的命令做了 让生活一切如常 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 可是大家都知道 他的妻子已经突然就过世了 就觉得以西结怎么这么奇怪 有些人耐不住心里的疑惑 跑来问他为什么这样 怎么那些该做的伤势的礼仪 都没有去预备 甚至一点都不难过 这时候以西结就趁机告诉他们说 天父上帝对我说话 他要我向你们以色列人传达这个信息 至高的上帝这样说 你们把圣殿当作你们的骄傲 是你们眼里头最喜爱的 又是你们心灵的寄托 可是我要误入这个圣殿 你们留在耶路撒冷的儿女 都要被杀害 那个时候 你们将会照上帝所说的去做 那个时候 你们没有办法表现伤痛 也没有办法预备过丧事的事情 只能为自己所犯的罪恶而痛苦 就像我现在所做的事情一样 当这样事情应验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天父是真正的上帝 他所说的一定会实现 以西结继续告诉他们 天父要把这些 他们以为可以保护他们的 当作自己骄傲的事情 都要被夺走 提醒这些听到毁灭信息的百姓 养到那些 好不容易逃过灾难 来到他们当中的这些人 就告诉他们 这些是天父爸爸早就告诉你们的事情 让他们可以在那个时候知道 天父爸爸才是真正管理一切的上帝 接着他又继续回到对周边国家的后果的说明 当然之前就已经开始看到 面对厄运就嘲笑以色列的亚门 又继续补充 他们就是因为这样幸灾乐祸 所以将会从东边的旷野 有一些部族来征服他们 因为他们嘲笑 幸灾乐祸的表现 所以他们也要跟着受到洗劫和瓦解 接着提到的是摩押 摩押也要面对攻击和毁灭 连他们最夸耀的城堡 都没有办法保住他们 而以东 这个算是以色列的兄弟之邦 当初还趁机欺负犹大 落井下石的陷害犹大国 当然也要面对上帝对他们的惩罚 而一直以来跟他们对敌的非力士人 他们向来都在杀戮当中过火 这下子也得付上代价了 上帝要他们体会一下 被攻击和国家倾覆的痛苦 这样他们也会在这些预言实现的时候 这些国家就可以认清 谁才是真正的上帝了 就在过了一段时间 在他们流亡的第十一年的时候 天父爸爸又继续对以西杰说话 这下子是对当时最会进行贸易的国家 泰尔城发出了警告 因为耶路撒冷已经被摧毁了 他们就趁机把那些生意都给抢过来 欺负耶路撒冷的百姓 所以天父爸爸要聚集各个国家 他们一起来攻击 好像大大的波浪冲倒了整个泰尔城 不但是要攻击他们 他们整个居住的城堡都会被拆光 洗劫一空 天父爸爸说要召唤来的 就是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巴比伦国家 由尼布贾尼撒王带兵来攻打他们 那个超过他们想象的军队会出现在他们的城市当中 本来他们引以为傲的文明和进步通通都会消失了 而泰尔城的下场将会成为周边各个海岛国家的警告 对于泰尔城的下场将是对那些以财富为自己骄傲的国家一个重要的警告 因为泰尔城一向就是以自己城市的美丽 还有他们的聪明的经商手段和庞大的财富为他们的骄傲 现在没有一样可以帮助他们 对于泰尔城的骄傲不但是财富 还因为他们以为自己跟神一样伟大 所以这下子他们可以知道自己不过跟一般人是一样的 而在他们当中一起以财富为傲的还有一个叫西顿城的 他们也将面对一样的结局 天父对这些曾经藐视轻看以色列 甚至趁机欺负尤大的国家 他们都要面对自己的审判和处罚 而且宣告将来以色列还会再次的恢复上帝给他们的祝福 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天父爸爸才是真正掌管历史的上帝 小朋友幸灾乐祸可不是天父爸爸喜欢看到的事哦 有一些人受到痛苦的遭遇 我们应该帮助他们也为他们祷告呢 今天的圣经故事就先说到这里了 欢迎你有机会来到网络上 在我们儿童圣经故事的留言板留下你的感想哦 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次空中再见 拜拜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 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 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 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 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耶稣西爱小孩小爱我我我我 耶稣西爱小孩小爱我我我 爱小孩小我在他心上做 耶稣西爱小孩小爱我我我我 耶稣西爱小孩小孩小爱你你你 耶稣西爱小孩小孩小爱你你你 爱小孩小你完全追究你 耶稣西爱小孩小爱你你你 耶稣西爱小孩小爱我我你你我 爱上爱上我的她 在她心上着 你是谁爱上爱上爱我 你 好